台湾一大米 赖清德胜选之夜 身为党秘书长的许立民 和竞选总干事潘孟安 不在C位反倒站得很边缘 因为一手操盘区域立委选情 却大崩盘 在国会选举 民进党没有维持过半的席次 这代表我们努力不够 的确有要虚心检讨的地方 选举结果告诉我们 人民期待有能力的政府 和有效力的制衡 这新的民意 我们充分理解 完全尊重 总统这一个三组主要候选人的 竞争关系之下 那当然对我们的区域立委 可以看得出来的确有影响 民进党区立委从上一届的46席 到这一次只剩36席 一口气掉了10席 更让人灰头土脸的 是民进党桃园立委上演团灭 台中席次也遭翻转 在这个所谓蓝白河的部分 确实是有影响 那这个接下来的究责 可能会针对人或者是怎么样来究责 这个我想都会 这一个进一步的检讨原因之后 才会讨论到这个部分 国会过半优势没有守住 赖清德以558万多票获得胜利 远低于2020年总统蔡英文破纪录新高的八百一十七万票 民进党整体票数大幅缩水净两百六十万票 的导向这个这个民进党 但是这次呢 其实这个投给台湾民众党的蛮多的 另外一方面的话 也是因为呢 最近的这次选举的话 有好多位民进党的现任区域立委 那么是退休换人 那么而新的人呢 没有办法完全的这个接棒 比如说像台中市的这个 赢了总统丢了国会主导权 嘲笑也大势必也将掀起民进党内的检讨盛浪 进行我黄轩汪永白采访报导 立刻下载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尽好新闻